我们继续来关注休斯敦的本地新闻 ICC亚商会活动日前在休斯敦举办 主席于斌说 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这是第二次选在中国城 就是希望大家能来到这边聚餐吃饭 不要因为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而感到害怕 李雄先生说到 希望我们中国人支持中国人 不要因为一些谣言而害怕 止步中国城 感谢亚商会的支持 请看记者SKY的报道 今天我们来到了ACC亚商会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首先请我们的余斌会长打个交流 大家好 我是余斌 我是修飞亚商会的现任的主席 对 大家请问一下 今天晚上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主要目的呢 我们每日都要搞一次 这种member会员之间的一个交流的活动 选择不同的我们的会员的一些 我们的restaurant或者一些扩场所 那今天是我们第二次选在这里 那为什么呢 因为要帮助我们上 要大家知道不要害怕 我们这个上次机会来的七十多人 今天也来了五六十人 实际上我很感谢亚商会 尤其是我们林林姐姐 他真的是为了我们这个 他本来是中国人 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央餐馆的行业 超市的人 他都大力来支持人 来宣传 实际上呢 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们呢 中国人要支持中国人 然后呢 我们不要为了这些谣言 而破坏我们一般的习惯 那也需要直接我们的这个部份呢 来继续地来中国城 或者再到各个的中国人的餐馆 或者是他们的超市 继续地逢唱 支持他们 然后呢 我们想跟他们一起进一家庭 所以我谢谢亚商会 跟大家的支持